看到的就是烟害防治法的新制已经上路了 所以要提醒尹君子特别的留意 三个人以上的室内场所是通通禁烟的 不过现在来看到这个发明很奇特 这是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的学生 他们发明了这样一个叫做智慧型的烟盒 原来呢它透过了一个红外线温度感测的原理 就是说呢这个烟盒它会自己侦测 如果现场呢侦测到有三个人以上 烟盒就会自动上锁不让你抽烟 真的是相当的神奇呢 一个人从烟盒拿起烟轻而易举 两个人在场也没有问题 不过三个人以上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烟盒亮起红灯发出嗶嗶声响 不认如何使劲烟盒就是打不开 就是有一个红外线那个温度感测 然后可能现在就是可能有活动的话 人在活动的时候可能感测到三个人上提温的话 烟盒是打不开的 发明这个烟盒的陈同学说 烟盒是利用红外线温度感测原理 如果侦测到现场有三个人以上 烟盒就会自动上锁 真的很神奇 真的还没有看过这样 对 然后这样应该会比较就是减少二手烟的那个吸露 让大家觉得惊讶的 还有这双筷子 竟然可以侦测食物热量 如果说一天累积过量的话 在这里时候也会发出红光 那你知道说你现在已经过量了 就是一天的脂肪量架起来的 神奇筷子是有提醒装置 一旦脂肪含量超过设定百分比 筷子的警示单就会变成红色 提醒民众要少吃一点 创新的发明 让厂商看准了商机 抢在筷子成品完成前和学生接洽 未来将在市面上贩售 专门新闻基博士 史琼文 高雄报道